居家晒疫的日常家屋是恐怕要注意安全了 这是因为在台中出现了这样的案例 一家五口在送医之后分别进入了医院 进行高压养仓的治疗 关键疑似就是这家人在家洗澡之后 却发生了一氧化碳集体中毒的状况 追踪原因发现可能是住家阳台的热水器燃烧不完全 再加上有衣物晾在阳台里头阻挡了气流 使得这一家三代五口人的个案最小是五岁 最年长的是五十二岁全部送医 其中还有一个人当时是昏倒在浴室 但索性经过医院治疗之后都已经没有大碍